Hello,大家好,我是笑笑,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最近感觉有一段时间已经没有跟大家介绍或者推荐过某个特定的葡萄品种。 那今天呢,我们就来介绍一款比较隆重的,而且呢,也可以说是美国的网红葡萄酒之一。 大家可以看一下。 川普,川普,这个川普葡萄酒跟总统先生有什么关系吗? 当然有关系啊,这个就是川普总统的自己家的酒庄,那个酒庄呢,位于弗吉尼亚州。 其实说到这个酒庄呢,还有一点小故事,很有意思。 就是这个酒庄原来的主人呢,因为可能各种其他的原因吧,就是希望把这个酒庄卖出去,然后来套现,需要一点资金。 然后当时呢,原来的这个庄主呢,是希望把这个酒庄呢,卖到一亿美元。 而且当时的银行呢,其实给的估价呢,是一千六百万美元。 但是呢,川普肯定也想买这个酒庄了。 但是呢,于是呢,他就用了一种非常狡猾,也可以说是非常川普的一种做法。 他就把这个酒庄周围的这一圈地全给买下来了。 买下来之后呢,就插上那个标,写上私人地盘,不准入内。 然后呢,又把这篇地搞得就是杂草丛生,然后看起来破败不堪。 就是很多买家呢,看到这种情况呢,就放弃了。 然后呢,最后呢,川普就以六百二十万美元的超低的价格,把这个葡萄酒庄给买下来了。 然后这个酒庄呢,占地一千三百英亩,其实是佛吉尼亚州最大的一个酒庄。 而且,当然呢,它的葡萄种植面积没有那么大。 葡萄园呢,大概是两百多英亩这样的。 但即便这样,在佛吉尼亚州也算是非常大型的一个酒庄。 那,川普酒庄呢,其实他是在他从他自己的酒庄的介绍里呢,可以看到。 他说,从这种旅货殊荣的葡萄酒,然后到各种私人化的定制的这种活动, 然后呢,再到优美的这种自然风光。 另外呢,还有世界一流的豪华住宿,一英俱全。 就是来到川普酒庄,你可以体会到很多各种各样的这种体会到川普酒庄的独特的魅力, 从各个方位来体验。 其实呢,也确实是这样,因为川普酒庄呢,他不仅是像普通的酒庄一样提供对外的品酒, 同时呢,他还可以提供那种私人化的定制的活动, 比如说一些会议啊,各种其他的party啊,另外包括婚礼啊,都可以在这举行。 当然你要事先要协商好,然后呢,还有豪华的住宿酒店。 因为川普酒庄呢,其实是2011年开业的。 那2011年开业,2015年呢,就开始又增设了一个这个酒店,说是豪华酒店。 然后呢,川普先生呢,自己说成是美国真正的宝藏之一,把这个酒店称为。 他这个酒店呢,共有45个房间。 然后据说呢,他这个建筑呢,是让你一看就想到那种乔治亚风格呀, 或者是典型的,很传统的英国乡下贵族的那种那样的建筑。 而且每一个房间呢,都非常考究,每一个细节,所有的摆车都非常精美。 甚至呢,不光是这些,在川普酒,这个酒庄呢,你甚至还可以买到, 像印着川普这个名字的,然后上什么浴帽啊,脱鞋呀,然后酒杯啊,各种各样的礼品。 就是真的是一条龙服务。 川普酒庄呢,位于佛基尼亚州中部的兰领山脉。 然后,其实川普酒庄,他种植的葡萄的基本上都是法国的葡萄品种。 另外呢,也可以说他酿制的就是波尔多风格的酒。 这瓶呢,是一个2015年的赤霞猪。 那我们一边聊天呢,一边把这个酒打开,看一下川普的酒到底怎么样。 认为据他自己说呢,据川普先生自己说呢,总统先生自己说, 他的酒是一流的葡萄酒,那我们来看一下,尝一下他这个酒到底怎么样。 川普酒庄的葡萄酒的品种呢,也是从干红啊,干白啊,然后到桃红啊,气泡酒啊,全都有。 然后呢,这个酒,这个酒庄目前是由他的儿子Eric在经营。 然后Eric呢,也在,应该是2015年还是2013年的时候,被葡萄酒观察家这个杂志呢,评选为年度之星。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款酒,2015年的赤霞猪,这个颜色还是很漂亮的,很漂亮的坚果红色。 先放两分钟,然后川普酒庄呢,其实他提供很多,就是只说这个,我们就说品酒这一部分吧,品酒这一部分,其实他的收费还是非常,非常人性化的。 就是并没有因为总统的原因,然后价位有多高,就是正常的品酒的价格,因为像他普通的叫这种bar tasting,这样的话每个人的收费就是12美元。 然后如果你要是一个私人的团队,比如说同事啊,或者是朋友啊,什么家人的这样的一个小团队呢,一起去品酒呢,不能超过12个人,品酒的价格是200美元。 所以说这个价位还是还可以,然后跟其他的这种酒庄的品酒的价格基本都差不多,因为在加州基本上也都是这样的价格。 然后呢,他还有俱乐部,葡萄酒俱乐部,如果就是你加入他的俱乐部之后呢,他按时的比方说每个季度或者是每月会给你寄一定的酒,当然根据你选择,他这个俱乐部呢也分好几个级别不一样的。 你可以选每次只要两瓶酒,或者每次四瓶,六瓶,12瓶都可以。 如果你是在美国境内的话,你当地买不到川普的葡萄酒,你又想尝试一下,就不妨可以加入他的俱乐部来试一下。 这个酒的价格呢是20多块钱,25美元以内以下。 其实这个酒,怎么说呢? 我觉得,如果作为一个平时的每天喝的酒,25美元,差不多这样的价格,其实完全会有更好的选择。 但是没关系啊,我要喝的不是葡萄酒,我要喝的就是川普这个名字,所以我不介意。 那其实也就是,其实今天说到这款酒呢,我们顺便也介绍一下弗吉尼亚这个葡萄酒。 弗吉尼亚州呢,可能很多人完全没有听说过弗吉尼亚还有葡萄酒。 更多的就是加州或者西海岸的华盛顿啊,或者俄勒岗啊。 但是弗吉尼亚呢,它其实呢,是在未来呢,有可能会成为一个葡萄酒甚至精酿啤酒的旅游目的地。 因为这个地方,弗吉尼亚州呢,它有十多条葡萄酒小径,就是Wine Trail,那个特别漂亮。 然后,你如果顺着它这个葡萄酒小径呢,会体会到非常当地化的这种风景啊,民俗啊,还有葡萄酒文化。 呃,包括就是川普酒庄所在的兰岭山脉,只是这一个兰岭山脉这个地方呢,就有几百家的酒庄。 其实从酒庄的数量也可以,呃,你也可以预见到,在未来呢,弗吉尼亚州的这个葡萄酒产业,或者精酿啤酒的产业,还是有一定的发展的。 而且呢,因为弗吉尼亚州的风景非常漂亮,所以呢,呃,葡萄酒观察家这个杂志呢,是把弗吉尼亚州列为全球排名前十的葡萄酒旅游目的地,就是因为它秀丽的自然风光。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计划下一次旅行的时候,不妨可以参考一下。 那这款酒呢,其实就像我刚才说的,20多块钱的价位在市场上,在美国的这个市场上,完全可以买到比这个更好喝的酒。 但是呢,我要喝的就是川普这个,这个名字。所以如果你自己在家里搞一个party的话呢,你可以选择同等价位的,可能比这个更好喝的,或者你选一个这样的川普。 因为大家可能都会觉得很兴奋,因为这什么酒啊,大家都想要尝试一下。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如果你有什么想法,你是愿意尝试还是不愿意呢? 请在我的视频下方给我留言。 好了,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儿,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呢,别忘了点赞并且订阅哦。 我们下次再聊,拜拜。